五十三 惠人居士讲述 一九九七年,有位大户法刚往生 他家人就将红法的地方收归己有 由于这个地方是十方供养前买的 只是还未来得及办理转名过户的手续而已 这件事发生太突然 多位法师、护法、居士都非常气愤 大家异口同声,一致认为要去打官司 用法律手段拿回来 老法师看到大家的情绪如此激昂 老人家一句话不说就跪下来 大家立刻沉默了 老法师说 馆长刚往生 我求求大家 四十九天后再说 四十九天过后 有人提起这事 老法师说 等一百天后再说 一百天后 又有人提起这事 老法师又说 等一年后再说 一年后 一年后 又有人提起这事 老法师又说 待三年后再说 老人家 慈悲无我 顾全大局 从来不争 要让 就让到底 真应了一句话 越让越多 越让 越殊胜 让到了联合国教科文总部 联合国教皇宗 你 都 所 阿 你 уд 阿弥陀